上回我們講到 漢少龍隱隱約約的感到 他永遠都不會再見到元宗 因為這個空懷大志的智者 一代劍術的宗師 是硬建自己的韓會經的四分五滅 本來要實現天下大力的墨者 變成了爭權奪利的人之後 他那課充滿了救世熱情的心 早就死了 所以才以身殉道 希望用他自己的死 激起漢少龍的熱血 使他能夠用另一種形式 去實現天下大力 但是漢少龍一雙手 怎麼能夠改變中國的歷史 他又不是秦始皇 不過 他可否影響秦始皇 就像元宗影響他一樣 但如果他影響秦始皇 改變之後的中國 到底是福這個禍呢 不知過了多少天 杭少龍終於來到 主有重兵的 寒丹外圍的城堡 這段旅程 他整個心神都浸入在 原中傳授的 來自一代大師默澤的劍法裏面 他又將現代根據人體學 以及力學得來的 最可怕的搏擊術 融為在建術裏面 因為有所寄託 所以他忘記了時間 忘記了路途的艱苦 有時 一下子興起 在野外一住十幾日 天天轉眼見損 就靠他自製的弓箭 打獵衝擊 他的體能 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 變得更加強壯 身體也更加健食 他本來想偷偷進入寒丹 但是一看到城牆 防守得這麼嚴謹 只要乖乖地走到官房的地方 向守兵報出逃方的名 和那個畜牧大王 烏士的大名 守兵一聽到是烏老闆的人 立刻就肅然起徑 找了一個做官的來見他 那年輕的軍官打亮他幾眼就問 你叫什麼名字 項少龍很老實地說 小人叫做項少龍 那個軍官一聽 和四周十幾個召兵 一齊現色變了 大膽狂徒 他這麼無寵英雄 在半年之前 和馬策的一戰之中 為了救同伴壯烈犧牲 我一個朋友親眼見到 一個人擋著追兵 河少龍聽到整個惡言 猜不到自己辭來了半年 已經變得這麼有名 他小笑 對那個軍官說 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叫李善 原來是李善 河少龍馬上把李善的身高樣貌形容出來 然後他再把逃方送給他的匕首 拿出來 軍官一看 毫無疑問 當堂態度都改了 問你當日發生的事情 接著就派人飛撥在寒丹城裡的逃方 又親自護送他 入治護國的京城 這個軍官就靈身 和他並齊而行 他說 孤大爺寒丹城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如果不是他四出手扣箭馬 又不時捐獻國父 我們趙國說恐怕早就被人滅了 現在燕人攻打我們 幸好我們兩位大將軍 廉婆和洛成 將燕兵殺到片甲不留 反攻回到燕國 真是大快人心 河少龍很想問 趙國已經是陰性揚衰 為何還要國技搜羅美女呢 但怕著對方尷尬 始終忍著不再問 譚少子間 寒丹城都 與武安相比 寒丹城至少大了三四倍 護城河又心又款 城牆又高又厚 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城外駐紮了兩型趙兵 軍營連綿 驚奇似海 很有烈人之威 城樓之上佈滿了哨兵 劍拔老張氣氛非常緊張 還未入城 一群騎士湧出來 帶頭的 正是分別了很久的逃方 其他那些 全部都是和他出生入死的戰友 理善是其中一個 大家一見面 當然是一番驚喜 逃方帶著一班武士 和他興高采烈地入城 河少龍忍不住問逃方 廷方是好 逃方面色一沉 有些欠言 對不起 蕭龍 我以為你已經死了 等了三個月之後 遵從主人的命令 將他送給人做武器 不過你放心 會特別再選兩個 讓他更動人的美奈 來服侍你的 誰知 韓少龍聽到這番話 心口好像被人打拳一樣 臉色都白了 過了一陣子才說 你… 你將會送給誰 不過 逃方見到這樣的神色 莊棠覺得很驚訝 想不到以他這麼盡偉風流的人文 對一個買回來的女人都這麼多情 他嘆了一口氣 對不起 我不能告訴你 小龍 其實 河少龍大怒 不用說 你還未證明我真的死了 你怎麼能將他送給人呢 逃方本來的老闆 河少龍感喝他 但他誠苦好心 一點都沒有不悅的神識 他說 小龍 你先回去休息 侮辱一下 等我和你什麼辦法 主人聽日會親自接見你 這是我們苦中武士最大的榮幸 千萬不要錯失機會 河少龍興奮的心情 現在已經喪失殆盡 好像行屍酒欲一樣 在城內歡呼的街道一路拆棄而行 對四周的景色已經視而不見 情緒非常低落 沒有了自己的保護 因為他曾經 要將命運綁在自己身上的苦命女人 只是由一隻魔掌落入到另一隻魔掌之中 唉 他真是命苦 自己還說要保護他 我怎麼做得到啊 現在他是不是被另外一些男人 在凌辱中 越想越受場寸斷 突然間 逃方拱了一下 帶他去避開一邊 河少龍清醒一點 向街上一網 只見整條街的行人車馬都紛紛避開一邊 然後被一輛前後有二十幾個騎兵拱衛著豪華馬車經過 逃方在耳邊說 這個是我們的大王 孝成王最年輕的美雅夫人的座駕 她是韓丹出一名的大美人 駕駛被召喀 可惜在長平一戰之中死了 這個時候馬車慢慢而至 突然間在他們面前停下 眾人覺得很奇怪 一個衛士拆馬而來 請逃方過去 逃方受寵若驚 立即下馬 走到車窗簾前邊 和車內的雅夫人聊了幾句 馬車跟著開走 逃方向馬車走的方向攻身相送 然後這樣才轉回來 對河少龍神秘地笑一笑 他們聊了什麼 他沒有告訴過河少龍 河少龍來到他們住的那間別館 住入了一間獨立的房屋 逃方特別派了四個婢女 來服侍她沐浴更衣 當晚在這間別館裡設宴 和河少龍洗塵 除了和他同生共死的武士之外 還有的就是 污影完其他的得力助手 河少龍的心還掛著庭方氏 和已經分別了很久的美蠶涼 走入仇場仇更甚 忍著喝到冥頂大醉 迷迷糊之中 好像庭方氏回到自己身邊 是一個很高興 即時和他混予了一番 醒來的時候 他才發現 在自己身邊睡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 不是那四個婢女的其中任何一個 他的臉龐非常精緻 絕對沒有半分可以挑剔的瑕疵 輪廓分明 好像經過刻意的刁削一樣 清瘦的樣子 看上去最多只有十七八歲 烏克的瘦法 容懶地散落在枕頭之上和皮丹上面 襯在他 玉綿朱唇如雪的肌膚 就更加令人心動 杭少龍看上去一個這麼欲說可愛的美人 想起昨晚自己在酒醉之中 都不知道對別人做了什麼 當場的心對他覺得很內疚 但這時已經恨錯難返 那個美人 慢慢地張開眼 一見到杭少龍 當場臉都紅了 但是 立刻跪下說 小雪書兒 向公子請安 河少龍對他非常憐惜 立刻坐在他身邊 輕輕揚起他臉 他的眼睛非常明媚動人 同志的眼光一瞻 嚇到立刻跌倒頭 他心裡啪啪啪雙飄 韓少龍輕輕握著他的眼睛 對不起 我昨晚走後糊塗 我 輸然能夠服侍公子 我真是 不勝之喜 公子 你不用再說了 唉 韓少龍忍不住緊緊地抱緊他 師 對不起 既然你現在跟了我 那 無論如何都好 我這事一定要好好保護你 我要你在我身邊 過得安樂 過得安逸 我要你成為 一個世界上最幸福快樂的女人 她想起 已經回到桑林村的美沉樑 以及 命苦如斯的亭方氏 她心想 再也不能讓自己身邊的女人受苦 每次無論如何 自己都要好地保護她 讓她覺得快樂和幸福 舒兒聽到這番話 開心到什麼感 用盡所有的氣力 抱緊她 眼神勇敢地迎接她的眼光心形 昨晚舒兒已經成為最幸福快樂的女人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昨晚的快樂 韓少龍聽到她忍不住 又對她痛問了一番 這時 有個痞女形上來說 徒工來了 在靜廳等著公子 韓少龍嘆了一口氣 輕輕推開了 對她仍是依不捨的書兒 起身走出去 她越來越投入在現在這個世界裡 當初到季境的時候 一切都有一種很夢幻很不真實的感覺 眼前的這個時代 好像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她在這個重情享樂遊戲人間 沒有一些來自社會或者人際之間的壓力 因為說不定 忽然之間她又被那個姓馬的傻佬的兒戲 捉回到她那個時代 送回到二十一世紀 但是經歷過受傷和飽經流浪之苦 這個夢幻的世界忽然變得很真實的有血有肉 圓中偉大的殉道 對吳芳士的苦難 重重地打擊著她 使韓少龍無論在感情或精神上 都開始投入這個世界裡 而且越陷越深 現在她雖然享盡美女富貴 但失去她是寶貴的自由和自主 在戰國這個時代 沒什麼東西比人才更加寶貴 一個法家李克 一個兵法家吟起 馬上就使魏國變成一等的強國 上洋更加厲害 只是一個人 正秦國變成了東方陸國最大的威脅 而她的韓少龍 因為大約五十人 阻折近千的凶悍馬賊 亦都變成了一個這樣的人才 各國對這些人才只是兩種態度 一 就為我所用 一只垃圾無捨 免得將來成為自己的敬敵 現在 烏士一加到的韓少龍 正是施展開龍樂的手段 用富貴和美女 來使她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如果自己透露一些 要找秦始皇刑政的心意 可能馬上命仔都沒有 在你所守入得這麼深嚴的城池裡 你要走出去根本是癡人說夢 當年 如果不是有和烏士同級數的大商家呂不畏的幫助 刑政的父親二人 迷死至咸陽 自己就算找到秦始皇 也都沒有辦法把她運出城外 是不是就是這樣 要為趙人長久打工辦事呢 如果烏士要她殺人 那自己應該怎麼辦 韓少龍嘆了一口氣 走去大廳去見逃方 逃方這個時候 正攬了她的婢女 帶請手足之肉 見到她這樣才放開 親自招呼她坐下 然後就一起吃早餐 逃方很曖昧地笑一笑 哈哈 小龍 你知不知道自己幾得主人的恩寵 你那個書儀 那是燕王喜 送給主人的燕國貴族的右名美女 她肯送給你 可以見得她對你多麼看重 韓少龍聽到惡言 我們不是和燕國交戰的 為何他們居然要送美女給主人呢 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交戰 燕王喜怎麼肯送出這麼動人的處女 只是因為打仗打得不順手 才要送大禮過來 希望打動主人的心 希望我們主人在大王面前美言幾句 現在主人將燕國美人送給你 就擺明會跟她說話了 韓少龍嘆一口氣 她忍不住又問回庭方市 逃方神秘地笑一笑 這件事我跟主人說過了 她肯定會對你有所交代的 放心 只要你多立功勞 連大王的公主都可以送給你 何況只是一名過幾 韓少龍聽到暗感不妙 但偏偏無法可思 那種任人操縱的感覺 的確令人洩氣 逃方就說 現在我帶你烏家城府去見我們主人 今晚你千萬不要接受那幫兄弟的任何約會 有一個人想見你 但我不可以透露那個人是誰 韓少龍的心一動 想起那個躲在車簾背後的女人雅夫人 然後她和逃方又來到烏府 烏府的隔園是城北最宏偉的府帝 不過 如果叫她的城堡又更加妥當 因為府縣的四面都有高牆口碧 又引水滬城河 唯一來往的通道就是那座大雕橋 附近全部都是圓林 未見過民居 這座府帝 就像皇后一樣氣勢磅礡 一路走來 韓少龍敢掀手指留意城裡的行人和警物 只見這座照過的都城玉與禽樓 如果不是城中女多男少 你真是不會發覺 這座繁華的大都會 曾經經歷過幾次的戰火 還被藝人佔過了整整兩年這麼久 聽逃方說 全城不計軍隊有十萬戶人 每戶十幾 大約幾百人不等 照此計算 這座大城市已經住了超過一百萬人 城內遍布木牆 農田 倉庫 可以想像 就算被敵人圍城 城內依然可以自給自足一段很長的時間 項少龍跟著逃方 通過吊橋由側門 將入烏士城府的廣闊天地 入了城門之後 是一個可以給幾千人一起操練的龐大的練舞場 一套氣象萬千的巨棘 速立在證明另一邊 左右兩邊的防射連連不絕 看來用一天的時間 都參觀不完一次這些所有的地方 這個時候 連武場上有幾百人分了幾批練習建術 騎術射箭都有人在練 更加有人穿上身打造的甲袖 任人用各種武器攻打 試不看這些甲袖究竟有多堅實 不過最熱鬧的還是戰把場 整把武士在旁邊圍觀 把蛇爆發出連珠一樣的喝彩聲 途方看在那邊 表情有些不自然起上來 韓少龍不由自主地走近一些 只見射箭的人 頭戴了一頂紅鷹官 身穿著黃色的龍文武士服 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武士蝦 容貌非常英偉 他的高度和韓少龍差不多 最多是矮了一寸半寸 身形非常好 虎背紅腰充滿了男性的魅力 雙眼更加晶光閃閃 額頭高廣平闊 嘴角 永遠帶著一絲說不出的傲氣和智庫 這個這麼盡肖風流的人物 真是生平小見 只見他把箭 隔在那把特別巨型的強弓上面 拉弓的手還掀著另外兩支箭 沉腰坐馬 出出出 公然連響三響 三支勁箭一支追一支 好像流星吉典一樣寫出 第一箭 正中二百步以外 箭靶的紅心 後面兩支箭破空而至 夾硬地把前面那支箭的箭靈一劈開 然後最後那支箭就劈碎了第二支箭 拆在箭靶上 旁觀的人看得如痴如醉 大家都一齊叫好 項笑龍也看得目定口呆 這個這麼神腐疲忌的箭術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 怎麼都不肯相信 逃方在耳邊說 這位紅英公子 廉俊 是我的死對頭武克招攬回來 無論劍術騎射 都是我府的冠軍 這次我不見了百多頭的箭馬 武克已經在主人面前大造文章 現在有隻笑龍 我才挽回顏面 他的武克和廉俊 是怎麼都不會放過我們的 講到最後 面上已經有些遺難的神色 項笑龍倒吸走良氣 現在的劍術 或者可以和廉俊一較長短 但是講到騎馬射箭 自己肯定是望塵莫及了 請這個時候 在圍觀的人貧之中 走出了一個無論容貌身段 都比舒怡更漂亮的白衣女郎 他很興奮地來到廉俊的身邊 親熱地和她聊天 逃方一見就細細聲道 她說 這是主人最痛的女兒 叫做烏廷芳 她對廉俊有些異事 不過主人似乎想將她嫁入皇宮 廉俊現在都不知多煩惱 主人在等著我們 兩人離開人堆 向中間的大宅院舉報而去 突然後面傳來一聲大喊 逃功請留步 兩人轉身 只見年俊排中而來 後面跟著一個絕色美女烏廷芳 韓少龍忍如仔細打亮了烏廷芳幾眼 心頭一陣旁跳 哎呀 近一點 再看看她 只覺得她嬌艷無倫 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可人兒 烏廷芳見她目不轉睛地盯緊自己 有些是神色不悅 韓少龍一看她的神情 當同震一震整個星星 馬上再看回連俊 連俊只是冷冷地打亮她 神態之間很不客氣 逃芳也算是老狐狸 立刻又跟她兩個人見 烏廷芳在旁邊淡淡淡地說 原來你就是韓少龍 哼 阿爺好像很欣賞你 連俊躲在烏廷芳那裡 以表示和這個美女非常親熱 她微微一笑 在下現在都很欣賞韓兄 不如找回日子 我們可以切磋一下 在下可以見識下 你那把可以殺退八百馬賊的神劍 韓少龍的表面上雖然客氣 但實際上羽含諷刺 暗示逃方的趴大事實 她的心忍不住激氣 心想 如果和這個智庫的人 來分從自由搏擊 一定可以打到她變豬頭 但是如果比較其他 就可免則面 各位 要知道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說 上回我們說到 那個容貌非常英偉的年俊 要和韓少龍比武 韓少龍聽得出她表面上非常客氣 但實際上她是暗含諷刺 暗示逃方誇大了事實 她心不禁有點生氣 心想 哼 如果讓我和你打回自由搏擊 一定可以把你這個這麼智庫的人 打到變豬頭餅 但是其他事可免則面 於是欠慧地笑一笑 年輕你戰術蓋世 小弟望塵莫及 為何有資格和你切磋 有空還要請教一下 烏廷方跟在後面 聽到他們好像要比較建術 本來面上露出興奮的神色 但是聽到韓少龍這樣說 對韓少龍非常不鮮 小聲罵了他 無膽匪 轉頭就走了 連進看到烏廷方這樣的反應很開心 笑一笑說 韓兄你真是令在下失望 既然是這樣 不強韓兄所難 另轉身追著烏廷方走了 韓少龍反而心太平和 瀟灑地笑一笑 和逃方繼續向前行 逃方點了點頭 人一時之氣都算是好的 少龍你身手雖然好 但恐怕未必是他敵手 你的小姐在寒丹 四處找人比劍 打到所有人都怕了 我真是希望有人能夠錯一下他的銳欺 韓少龍聽過這樣的說話 知道他是一個施展激將犯 笑一笑就說 如果陶爺能使我和他比劍的時候不受限制 我有七成把握可以重重地教訓一下他 陶爺聽到很高興 這樣就容易了 我找個適當的場合 讓少龍剪一剪身手 哈哈 這魂我真是很想見到 武克國家夥的表情 來到編聽 韓少龍終於見到那個 傅比皇后操縱著趙國經濟命脈 以束目起家的超級大富豪烏士羅勒 他從來沒見過一個這麼豪華的人 只是頭頂戴的那頂棺帽 就陷著兩排十二粒 大小一樣的紫色寶蕉 閃閃生輝 這個大雙古身材肥大 好像一座玉山一樣 躺在席上面 兩個美女只是蹦在他身上 一個為他撩腳 一個為他彩耳 這種排頭排搶 就算是皇帝恐怕都不愛如是 在他身上 穿了一件黃色的棉袍 纏繞著一粒光彩奪木明珠 奢華貴氣 綁著腰間那條帶 光芒閃革 金箔銀片互相輝映 他睡的地方 是高上三層的平台 台街下面有十八名武士分裂左右 細膽些的人 看到這樣的聲勢已經心寒膽喪 鋼少龍和屠方跪低叩頭 護士羅採身 西牆的眼睛一燈開 射出兩道靈魏的木光 落在鋼少龍身上 打亮了一陣之後 冷冷印 嗯 鋼少龍 為什麼你不敢接受年進的挑戰 是不是只有虛有其名 鋼得一副這麼威武的樣子呀 鋼少龍整個人疾疾疾 途方剛剛要說話 呼士羅突然間都哭了聲 舉手要途方收口 本來已經肥腫難分 在面前逼迫一九五官 就更加袖寫上身 他很不高興 年進雖然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始終都為國人 非我族裏其心必義 非我特別祝福他向你挑戰 讓我召人一顯威風 誰知猜不到你居然臨陣退縮 你還有什麼說話好說 鋼少龍心想 你要我們打架給你看 顯示你自己國家的人的威風 那就是當我什麼 但嘴上他是不卑不抗 鋼少龍學的 那是殺人的辦法 不是切初較量的遊戲之技 不是切初較量的遊戲之技 並者有何分辨 鋼少龍一聽他說了兩句話 已經若略猜到這個富豪的心性 於是他傲然地說 殺人之法 那是無所不用其極不擇手段 無必置敵人於死地 但是如果你說切初武藝 只是看哪個的劍法 靚一點 好看一點 那我就毫無興趣 烏士羅聽到 臉色的稍微好過了一點 但是依然沒有滿意 他一字一句地說 那我也不能讓你隨便殺幾個手下 讓我看看 那我怎麼才知道 你的確是真實本領呢 鋼少龍雙眼晶光閃閃 一點都不退讓地跟他對視 微微一笑 主人既然對少龍有這樣的期望 好吧 我一於跟年俊大鬥一番 但是我不希望規定我用什麼辦法來贏他 烏士羅定眼看了他一陣 突然讓天大笑 哈哈哈哈 你這個年輕人好可愛 好有趣 我們大王一直想有人 能夠節欲年俊 美國當然最好是趙國人 為我們趙國的贊法令人 好 今天讓我安排一個宴會 如果你當著大王眼前擊敗連俊 我就還回庭方士給你 韓少龍聽到大喜而敗 心想 這樣看來 不把那個白臉俊俊連俊打成豬頭餅都不行了 哈哈 如果打不低他 我韓少龍三個字以後就倒轉來寫 烏士羅和陶鋒對望一眼 見到他這麼有信心都覺得很奇怪 難道他真的覺得自己實形無書 回到別館 韓少龍剛剛想挑出去找書儀 誰知大門口就被李善和另外兩個 和他都幾好下的武士截主 硬拉出去 為要和他洗塵 四個人指高氣揚的大街小巷 見到美女就打情罵少不亦樂苦 李善就笑著說 韓大哥 韓單的美女很出名就容易上手 以你這樣的人才恐怕勾勾勾的手指頭 那些美人就爬熱隊等大哥你選 另一個叫做漢東武士說 不過韓大哥 今天你不用在街上勾女人了 我們特別找幾個美女來陪你 另一個叫做查北武士 就回答他肩膀說 喂 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找殘花敗樓來敷衍你 我們特別為韓大哥 找一個本身的新鮮肉桂的公兄之女 絕色又吻 唉 本來呢 他這樣的人 應該加些大人物才是 可惜他爺爺不爭起 得罪了大王 這樣才被貶爲官忌 你女兒一定令韓大哥滿意的 韓少龍聽到不禁皺起眉頭 他開始明白 為何圓中要改變這個世界 唉 唉 但是 自己入哪一能力完成他的夢想呢 沖其量 都是被這些落爛為妓女的苦命女子 多一些溫柔連愛 你女兒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 已經被他們三個人 帶到一座很豪華的宅圈裡面 他們入到裡面的商房坐下 已經有一個叫做洪梁子的人 慢慢地走出來 這個人是除涼患怒 但是刻意打扮之下 依然呢 都是有些罪人的風情的 他一見到韓少龍 這麼俊偉的男人 馬上就特別熱情地招呼了 唉呀 我們素女馬上就來陪韓大爺了 你爺 你們三個要不要試試新鮮人呢 李善少爺點了點頭 然後洪梁子走了出去 過了沒多久 酒廊那裡響了一陣叮叮當當的 還配聲音 然後一陣香風撲入 三個呢 衣著單薄 有些知識的年輕女人 已經一路笑著走進來 坐進了李善那三人的懷抱裡面 但是雙眼呢 腳掘實看蕭龍 顯然放心之中 對她好感興趣 接著 洪梁子帶了一個身材高挑 生得非常瘦麗明顯的女子進來 這個女子果然沒有半點的風塵俗氣 你們一見到這個女人 哇 個個都張開眼睛 流了口水 洪梁子一見就說 哎呀 看我有沒有騙你們啊 我個乖女啊 哪有遇過給漢爺 這麼好看 這麼多情的男人呢 那個美女聽到那個洪梁子這麼說 當同摘下頭 臉都紅了 不敢出聲 那個洪梁子不由分數 將這個叫做素女的女仔 拖進去 向小龍的懷抱裡 向小龍輕輕地扶著她的腰 覺得一陣陣燒雲石骨的感覺傳過來 眼花燎亂之下 韓小龍也有些意亂情迷 但是她心想 唉 這個女仔 其實真的很可憐 於是她輕輕地 將素女的身體扶正 自己稍微離開了一些 素女顯然想不到 她居然可以這麼溫柔慈禮 看著她一眼 眼裡露出了感激的神色 這個時候 洪梁子是靠到韓小龍的身上 向她拋了眉眼說 哎呀 韓爺啊 你知不知 我們素女 你是第一個跪下 如果不是你爺 她就拿出烏家的招牌 奴家真的不肯讓你這個乖女 在微精調教之下陪韓爺 你不是這一點 素女如果有什麼得罪的 請韓爺多多包涵 說完之後 就微笑著走開去 韓小龍聽了這番說話 她心裡更加不舒服 又聽著李善他們 三個人放縱的調笑之聲 胸口更加對女子 充滿了同情 又憤滿難平之氣 她在素女的耳朵邊小小聲說 放心 我怎麼都不會像他們那樣不尊重你 我們只是喝酒聊天 好嗎 素女呆了呆 看看這個奇怪的男人 韓小龍向她微微笑一笑 素女的臉一紅 馬上又倒下頭 但已經沒有那麼害怕 過了一陣 又看了一張眼 不甘心如陸葬 心想 這個男人穿得真好看 最難得的是她雙眼正氣冷言 唉 你說 如果在我們家道上好的時候 遇到她 那多好呢 為什麼要在這種地方 才遇到這個男人呢 韓小龍看到她害羞的臉色 忍不住她心一擋 但寄起自己的諾言 馬上把情慾之火壓下 素女咬咬咬咬 擔高頭 好怕就這樣說 公子的好意勞家心領啊 我今天淪落若子 公子也都不用再勞家練識 如果不是的話 等公子一走 我還不是變回 誰都任意攀折的殘花大柳呢 韓小龍聽到更加看她心酸 是一口氣 素女看她這樣神情更加奇怪 輕輕靠她身邊說 公子似乎滿怀心肆 韓小龍看見李善他們 那三個男人 早就已經對他們懷中的女子大肆輕薄 根本就不空分神看着她們這一邊 她撫笑著說 现在我只是想走出去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 不想再看这里发生的人间惨事 素女听到觉得很奇怪 公子的想法真的与别不同 来这里的男人从来都没有想到 奴家我们是多么辛酸妻苦 不过素女不是骗公子 现在奴家真的想公子对我无礼 就好像那三位朋友那样 蛤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一个这么尊重奴家的人 公子 或者我已经爱上了你 又或者 我是感激你 总之 奴家都分不清楚了 这个时候 李逊已经急不及待地 抱着自己怀抱中的女子站在身上 他说 河大哥 春宵苦短了 不如我们马上上访行乐 不过 河大哥 你记住 陶爷今晚 跟你还有一个约会 他刚刚走出门外 突然 红娘子呢 就急急败坏地走进来 说 哎呀 各位大爷 奴家现在好违难啊 李逊他们 他就急败坏地 拉着他几个官技坐在地上 喂 红娘子 你是韩丹官技师的掌管人 谁这样令你为难啊 说出来 我们帮你出头 红娘子听到有点不识地望着李逊一眼 转转向汉笑龙说 不知道是哪个泄露的消息呢 少元军刚刚和十几个家长 风风火火地赶到来 指明马上要将素女交给他 李逊他们一听到少元军这个名头 马上面试都变了 起源这个少元军来头不少 他们惹不起的 素女听到我马上 哎呀 这样叫一声 整身都震了 面色都白霾 好像是被人任意宰割的小羔羊 红娘子叹了一口气 唉 韩丹现在哪个惹得起少元军啊 快指怪素女 哎呀 她太出名了 素女啊 你跟为娘一起走啦 素女尖叫一声 不行 我不需要 她坐着握住汉笑龙 哭起来 李善龙和汉东两个人都无奈地交换这个颜色 向汉笑龙解释说 少元军是平元军之子 平元军是当世的四大公子之一 他去年过世之后 整副家业都落到少元军手上 连我们主人都计了几分 大王看平元军面上 处处都产护他 如果我们跟他冲突 不要说可不可以赢到他手下的见手啊 就算赢了 主人都不会放过我们的 杭大哥 我们都猜不到会有些禁宿气的事 杭笑龙看着素女面上 在上面苍白的面容 无助的眼神 一阵热血上涌 冷冷一天就说 一人做事一人多 你们立刻走 就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李善他们的面色一起变了 洪梁只看汉笑龙 既然对他有点好感 叹一口气说 汉爷 你的确是英雄人文 但是如果为这样 就将前程性命 全部都断送 值不值得呢 少元军要的 只是素女的精操 汉爷你迟些再找素女便可以 一样可以共孩冤枉 李善他们也拼命劝他 素女听到他这样说 忽然在汉笑龙嘴唇上 重重地问了口 面上露出了很坚决的神识说 放心了 素女走了 说完之后站起来 神识目然地向洪梁只说 女儿跟娘去 然后心情地看着汉笑龙一眼 慢慢走出去 洪梁只叹了一口气 跟着他走出去 汉笑龙只的一股怒气涌上心头 他一拳砰地打在桌上 目视分飞 怒火要容人一样 心疼得上来 原来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强权就是攻你的世界 只有站在人家的头上 才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去保护自己所爱的女人 换另一个角度去看 其实他和素女没什么不同 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妓女 不过人家出卖的是身体 他出卖的是智慧和剑术 其他人说几种有中军外国的思想 禁于埋名 但是汉笑龙绝对不会盲目服从任何人 因为在大半年前 他根本和这个时代 一点关系都没有 袁中说得对 只有将所有国家统一切 才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等理想的法道 理想的国家出现 而眼前最重要的 就是汉家建立他自己的地位 只有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他才可以再走下一步 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 几个人都感到意气索然 匆匆离开了这个官技院 走回自己住的别院 杭笑龙一入到自己住的花园 就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同 大门口守着两个好面生的武士 屋里面隐隐约约传来书仪的哭叫声 杭笑龙这个时候正是鼓着整套气 他也不是善男信女 只不是因为迫于盈世 刚才引了那个恶霸少元军的一口气 现在想不到原来在自己家里面 居然有人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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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两个武士一战都撲上来 灵笑一声伸手想拦住他 杭笑龙一声大喊 硬撞入他两个人之间 继续台拳道中的一个全身踢 再来一个泰国的招拳 砰砰两下 那两名武士马上惨叫一声跌在地下 杭笑龙冲进去 哎呀 看到他的情景 真是眼火飙烟 只见书仪 他一个穿着一身感衣的公子 抱在地上 他不敢反抗 只有一刻悲痛哭泣 连俊和另外十几名武士围在旁边 笑吟吟的看着令人发指的暴行 那帮武士一见到杭笑龙冲进来 纷纷跳起拔出长剑 而连俊 嘴角只是带着一丝不舍的笑意 冷冷地看着他 杭笑龙因为木剑太重 虽然没有戴在身边 所以他只有空手 但是受过最科学 又最严格格斗训练的他 怎会怕这帮人呢 趁着对方阵脚未闻 他即时冲进那群武士之中 抢到其他人 长剑攻入的死角 当恐一断 抢一声 打到对方双眼翻白 整个躺下 然后有一手就抢过对方的长剑 然后剑锤二转 施展了园中教他的墨子剑法 猛劈在右边攻上来 他没有事过来见到 嘭一声 那个人苦口爆裂 长剑都还没跌落地 已经被汉少龙一脚踢中的下音 惨的一声跪在地上 连俊这个时候 眼中才闪过惊异的神色 长身而起 捕围在公子面前 书仪见到汉少龙救他 都不知在哪里来的一股力气 即时将公子人抢 将他在身上抢回来 哭着向着汉少龙直奔而来 谁知被连俊伸他一脚踢 书仪当时有整个躺下 连俊一脚踏在背脚上 书仪当时也不能动 汉少龙见到这样的情形 生气得几乎噴出火泥 横劍一掃 挡开弓上来五把弓 然后剑上伸出几个变化 马上有两个人受伤而退 这个时候 距离连俊和公子隔有十几步的距离 中间隔着这群鱼狼似虎的十几个武士 眼看着书仪 又再落公子的魔爪 杭少龙换了一团剑花 托地而来 滚在那几个武士的脚下 那几个武士未见过这样的打法 纷纷腰脚中剑鼻 习惯在地上 到杭少龙跳起身的时候 和连俊已经绵绵相对目光交击 连俊一脚将书仪撤开 拾一动长剑的离销而出 当同剑王大胜 向着杭少龙的接爪而离 杭少龙也估不到对方的剑法这么精妙 不敢怠慢 立即施展出墨子剑法的精华 化巧为绝 一剑劈出 啪的声响 连俊剑影一闪 一吞一套纸巾 已经还出另一道剑花 又向着杭少龙折过来 杭少龙刚刚想说 但这个时候 两边又有武士杀到 他只有向后一吞 先挡着最近的追兵 连俊一声冷笑 亦都不跟人夹击杭少龙 在这个时候 指定的一声大海 停手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上回我讲到 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门口有人大海声 停手 接着 逃方大越杂雕武士 将连俊那帮人逼在一边 大家就互相对视上来 书仪抬身 喊着托入杭少龙的怀里面 逃方看一看连俊身后的公子 不如他面上一扁 立刻就向前行来 就说 老独儿知道 孙少爷在这儿 请孙少爷书罪啊 杭少龙抱着书仪 这才访言大悟 不怪连俊这么大胆 肯定趴上门 原来有乌仪罗孙庭去撑腰 孙少爷来到连俊身边 目露空光 勒实逃风 然后转头又望着汉少龙说 你是什么 本少爷玩的是你的女人 有什么那么重要 连俊冷笑接口 他说 他应该觉得荣幸之对 逃方培少爺说 一场误会 一场误会 少龙不知道来的是孙少爷 孙少爷狠狠地盯着河少龙的眼 河少龙这个时候 他心里总是因缩着一团怒火 他来到孙少爷一眼 一点都不退让 孙少爷接触到他的眼神 当场我觉得一阵心寒 延进大开心 说 好胆 居然敢对孙少爷无礼 快给我跪下 逃风在旁边都劝他说 你快点向孙少爷借罪 对了 河少龙两天一阵长销 叫我河少龙听命的只有主人一个 如果孙少爷看我不省眼 就怕人家杀了我 原来低头对书仪说 你翻上书 书仪深深地看着眼神 立刻就走进去 一尺之间 气氛就僵压到极点 连俊忽然间 在那个孙少爷乌亭威的耳朵 说了几句话 说乌侍罗准备要他 和河少龙在赵孝城王面前 比较见法 所以不想在这个时候 和自己提总动手 果然 那个乌亭威捡头 当时他说 哼 我看你这个狗奴才 还可以得起多久 接着才带着众人离开 连俊固意走到身边 小笑话 嘿嘿 你的剑法几好 可惜见了火候 能够挡个十剑已经很难得 等先扬长而去 汉少龙平静下来 他心想 这一魂一定要被逃方埋怨 见知逃方的手下退开之后 很亲切地坐在他对面 敬一口气说 现在我和你已经坐在一条船 你如果输给联军 我都没面子留在乌家 汉少龙听到很内疚 我才说 哎呀 那真是我的罪过 唉 少龙 你这个人情深意重 但这件事和你无关 十二个管家里头 我和武克最得主人信任 一向而来 两个人都世成水火 只有一次武克四驱造调 说我因为不见了百几克马 才热造你一个人力抗八百马塔的故事 而现在被主人击都没办法 才要拿你给联军的劲 几克马 少龙 你一定要跟我争一口气 刚才你一个人 在联军面前 打得了孙少爷近十个位置 你这件不是坏事 因为主人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他对你会另眼相看 如果你赢了联军 那时候 乌家就是你和我的天下 在这个时候 李善是匆匆走进来 他面積惊惶 真是想不到 素女在见少元军之前 借口子换衣 结果在梳妆的时候 吊颈死了 少元军很震怒 还说黄大军你晦气 黄少龙听到素女死了 当时响了重见那些 勾到她手脚冰眼目定口外 但眼泪已经大大地流下来 在她一生人里面 第一次燃起了报仇的火焰 当晚她在房间里面和书儿抵死前面 这个时候 只有心爱女人的肉体 才可以使她 在这个强权武力制一切的残酷时代里面 等我们一丝逃避的快位 她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李善良 宁愿忍受和她分离的伤私之苦 都不肯来寒丹 无论如何艰难 她都要用最残酷的手法 扼扎手段 致这个少元军于死地 为可怜的素女报仇酸恨 云山雨收之后 书儿都眼泪濕濕的 可怜 书儿真的很怕 我们很快就没了这种快乐的时间 放心 陶爷一定会和主人陈情 但如果任由她的孙童年军 将来骚扰打击我 到了宫廷比武 我只会因为心神不宁而落败 所以比武之前 你一定是安全的 汉郎 但如果你有什么不测 那书儿一定以身心爱郎 那你放心得到 我怎么都不会输 汉笑龙正想和书儿再前一番 谁知道这个时候 一个婢女进来稳告 说陶芳请她出海 要付一个重要的约会 汉笑龙没有办法 只要重新穿戴景致 和陶芳的出门坐马车去了 在马车上面 陶芳就对她说 笑龙呀 我想你早就猜到我要带你去见尖过了 就是那位雅夫人 自从她丈夫照顾在祥平戒死之后 这个岛府终日在城中而取美男 作她入目之斌 如果试过满意的话 就会留回来作她的面首 年俊都是其中之一 汉笑龙听得很奇怪 雅夫人的庆长召敲成王 难道不理她这些事吗 她不知道这些事吗 哎 全城都是密砍 大王怎会不知道呢 当然 大王中了秦国范历的反间计 用召过来代替龙婆 又不听当时的丞相隆相遇的圈奸 派这个只得指上谈兵的赵佛 去出战祥平 搞到四十万红丝全军复活 赵佛也死在沙场上 回来的只有二百多人 所以大王对这个妹妹 有些心怀内疚 对她作为不闻不闻 而且 亚夫人对大王有些影响力 你千万不要得失她 说完之后 打了手势 叫驾驶马车的人 快点走 唐笑龙挺到心里 说得很好笑 自己初到武安的时候 曾经想过 如果将来真的找不到工作 可不可以做南妓 来赚出盘村勿废呢 怎知今天身不由己 都真的要当起南妓上来 当然 自己的顾客就是那个亚夫人 这个时候 去饱受折磨打击 已经无心流浪窗外的景色 心内思潮起伏 自己以前的想法真的相当有事 以为凭着自己军事训练的修养 就可以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大展所长 怎知 不是匹夫之勇就可以了 人是福甲之处 真是古今如一 只靠一身勇力 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 要控制自己的命运 看来一定要用这些非常的手段 将所有人都踩一脚下 这样才不用够扯透身 眼前最重要的事 就是打败延村 但是之前和他交手一招 这些人的剑术的确已经到了跟风套截的短戒 自己就算加上拳脚功夫 恐怕也很难耐他 这些什么 而且连俊也说得对 他向少龙练进墨子箭法 到现在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精认火候也有点不够 要怎样打得过自主的连俊 连俊 刚才交手的时候 连俊表现得非常气定神陷 冷静自愈 这个只是袁中说的真正见手的警戒 而自己呢 暴躁冲动 如果不能扭住这种情况 他是击败无疑的 那怎样算好呢 虽然他心一动 想起那个住私的美女巫庭峰 如果自己能够俘虜到他的荒心 那对连俊这个这么自负的人 会造成怎样的打击呢 哼 说到追女仔 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已经是黄少龙的拿手好戏 看过乌亭坊 还那么软 哪有什么软外经验 怎样可以抗拒得到他的手段呢 那个问题就是 在古代没有办法打电话 让他去街 那自己是怎样埋手最好呢 这个时候 马车经过一列大宅院 门前的守卫站光 跟着 又见到一些衣服饰物 有比赵人的人物出 他心一动 就问旁边的途方说 咦 这里究竟住的是什么人啊 哦 是其他国家的人 在寒丹的府邸 杭少龙听到心一高兴 心想 说不定从此黄仁正石就在这里呢 他心忍着啵啵啵的 在这个时候 马车转入了另一条石板路 向着一条大宅进发 途方一半路就落车 杭少龙修灭心分 他心想 杭少龙 这个是你应该改变的时刻 已经不能够 那么容易被人推心置腹 感情用事了 好 就等我施展的手段 先征服这个亚夫人 被廉均受 第一个严重的打击 来到那天宅院 换了一身剪裁合身的武士征服 外罩企风 腰配长剑 头顶触发的杭少龙 在两个匹女的大印之下 向着亚夫人那位宏伟的府邸走进去 那个匹女等他坐下之后 送上香茶 留下一个人坐在广阔的大厅里面 汉少龙满极无聊 四周围一体 几个大厅布置剪裁 牙上画出一幅白画 画的都是宫廷人文 色彩鲜艳 大厅中间铺了一张大的地毯 色彩也非常雅致 使人看得上来很舒服 靠床的几个季里面 放满了些筋皮股碗 如果拿回到二十一世纪 可能一斤拍卖 那便一世都吃不尽 这样的时候 他心里面突然犯了一种被人偷看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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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